有人说《浪人崛起》的画面不如十年前的PS3游戏 说这话的是不是云尔家 你们看这小姐姐 还有这大姐姐 还有这些小哥哥 看这过场 看这打斗 这招式 目前《浪人崛起》这款游戏是PS5独占 估计买的人不多 大多数人看的是直播或者造成图说 《浪人崛起》和底特律变人不一样 底特律是互动电影游戏 你看直播和看电影玩游戏其实差不多 但是《浪人崛起》的 它的打击手感 以及4K光追HDR VR 它的表现出来的感觉 以及玩家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 光是看视频看直播 代入感差很多的 下面我具体说说《浪人崛起》这款游戏的画面 以及我的主观感受 我用的是LG C3 42寸的电视玩的 开的是光追模式 另外我打开了VR可变刷新率 可以解锁一些帧率 就是比30帧要更好一些 我已经玩了十几个小时了 我玩了这么久 我发现这款游戏对画面的处理很巧妙 有的时候很精致 但有的时候很粗糙 另外我也摸清楚了一些规律 但凡只要是过场动画或者人物动画 在没有玩家干预的情况下 这个画面是4K的很清晰 文理细节处理的很好 另外加上光追的加持 可以让实时计算实时演算的过场动画 以及打斗的这种场景画面的氛围感好不少 说人话就是更有电影感 你像在玩电影 特别是过场动画 它那个运镜 那个节奏 构图 贼舒服 帅的是一塌糊涂 你们知道雅索吧 菊又精 还有霸王丸 就是这个风格 是我喜欢的风格 但是一旦回到玩家操作 这个画面 这个画质 就会下降的稀里哗啦 下降的一塌糊涂 其实这时候分辨率也是4K的 但是它这个PS5机器 运算的时候 是按照1080P计算的 然后通过优化算法 把这个1080P拉伸到4K 这时候不仅画面画质变差了 它还掉针 甚至远处的素材 像什么房子啊 建筑 甚至山和草 它的加载都有延迟 我看见它开始没有 突然间就出现了 这也就有了开头 他们说的那个梗 我玩不了这个游戏 是因为我没有PS3 玩家操作的这个画面 粗糙了点 这点没得行 但是真正打起来 有谁会看脸膜 看衣服上的纹理细节 我在战斗的时候 只看敌人的前摇动作 以及是否出现红点 还有我自己的血量 另外我骑着马跑的时候 天空下着雨 四周的麦田山林 很有意境 看到的是整体 也就不注意那些细节了 选择性忽略 我估计可能是开放世界的缘故 需要加载的素材很多 PS5的机能也就这样了 我也希望忍者组能继续优化游戏 因为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游戏 关于烂人崛起的画面 就说到这里 后面我会再说说 烂人崛起和只狼 以及对马岛的区别 对马岛的派 对马岛的派 对马岛的派